參館了什麼都爆滿 各個商場現在也不強制戴口罩了 我們看看是不是下個月過一兩週 我們安排線下活動 不知道大家願不願意參加 現在就是對於有打過疫苗的朋友們來說 其實還是有能格 但是打過疫苗的人真的是 現在就是一個大號感冒 我那邊有個朋友他也得了 大概兩三天就好了 好像真的也是不需要大提搶怪了 我們看看到時候 跟各位茶友們商量一下 如果有人願意參加的話 我們過一兩週搞一個線下活動 因為這個線上的活動 我也跟李總也交流過 我們這個茶的節目跟他們 跟他們教唱歌、教跳舞、教樂器不一樣 那些節目你可以看看視頻就可以做 我們這個 我這泡出來茶大家喝不到 這個參與感太弱 講得都沒勁 OK 那我們今天講一款新茶 這款茶就叫做紅碧羅村 什麼碧羅村我們上一次有講過 是一個綠茶吧 我們國內中國排名第二的 應該說按傳統排法 是排名第二的綠茶吧 那麼這個就是紅碧羅村的就是 這是一款紅茶 它是用碧羅村去發酵做出來的 這個 所以碧羅村基本上都是綠茶 但是紅茶的碧羅村知道的比較少 那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長這個樣子的 這個一圈一圈的跟碧羅村是一樣的 但是呢它就是變成那個了 它經過發酵處理的 這個茶非常走香的一款紅茶 走香度非常高 也是剛到的 我也我自己都沒喝 大家一起泡一下 這是昨天到的 昨天到我昨天也很長 沒辦法做 正好今天我們一起聊一下 好 那麼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吧 還可以還好 行 那麼我們繼續去開始泡茶 泡茶外面不利其中 我們就是 一步是做什麼 一步就是溫氣 就是這個水 我們今天要用的 這所有的器皿來泡 沖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泡茶必備的第一步 主要就是主要主要目的就是把這個器皿的溫度升高 到我們各個升高以後就相繼的健康 容易出來不然的話就不太容易 然後這個紅茶 然後這個紅茶 這管紅茶看上去是比較細嫩 所以我們建議是用95度的水 比較好一點 不要太熱 那這個鐵壺燒出來的水是非常燙的 比一般的玻璃壺 或者是不鏽乾壺都要高一點 所以我們把它過到這個杯裡面 然後再泡茶 這樣子就比較好 就不會那個了 那這種這個沖腸呢 我們還是我們就還是中規中矩吧 還是用下頭髮 這樣子過一下 基本上溫度就降了3-4-5度了 還是等它燙 稍微等一下 我順便拍拍照 剛才就查看完了 拍照 拍一顆照 拍照 拍照 好,这下水关也下来了 这会儿呢 这个茶呢,有点像绿茶,所以我就不太想用梦杯套法了 我们还是把盖子打开吧 安心会不会梦鼓掉 这个茶的条形啊,牙形啊都比较细嫩 你看看,看下来 下雨 其他人注意点自己的声音 如果不关津茶的事,请自己关闭一下 好,我们的头茶,我刚才这个头茶是5克 5克大概是100,可能一辆有点大 我再出汤快一点 我这个盖碗呢,是180毫升 刚才头水量大概是在120毫升 注水量一直在120毫升左右 5克茶稍微有点多 这个应该也是按照1-2的 1-50的这个比例,按绿茶的泡法比较好 那我再投茶量一点大 所以我们抽汤稍微快一点点 这个,这个 汤色就是这样,深红深红色的 ok,这里再拍张照 汤色是深红的 好,这款茶是非常走香的 走香,走香型的红茶 甜 香 这碗茶我家伙也忘了 这好像已经就没稍微差一点点 入口圆润 香气饱满 追求走香的朋友人 如果是喜欢红茶的话 我们这款MX可以推荐一下 老师在这个地方 茶友如果愿意提问 还是可以说的吧 是是是 我们随时交流 随时可以交流 茶友朋友 你们如果愿意给提问老师的话 可以随时打开自己的脉 可以向老师提问 如果反正有关茶叶 茶气 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交流 不是 好 这个是第一炮 第一炮 那冲回来 好 第二炮 好 我们该说这个因为 所以抽层量有点大,我们出汤速度还是要快一点点 大概三四秒左右就可以了 老师,这个胡碧乐春它属于二次发酵了 它应该属于红茶范围里面,对吧? 对,这就是红茶 它就是红茶 所以对胃寒的人是不是和它还是合适的? 对,对,对,对 如果没有二次发酵,它是绿茶 绿茶可能寒气更大一点,对吧? 对,对,对,绿茶是寒气大 是不是这个比碧乐春原来的要柔和一点? 我看你这个样子像,是不是稍微柔和一点? 还有 这个反正,这怎么讲 这个碧乐春 我觉得碧乐春也是够柔和的了 够柔和的 对,这什么是,碧乐春就是一个柔柔的 它不像 它不像跟龙井比 它就没有龙井的那股冲劲 是的 比较暖 这个还是 但是这个茶呢 反正喝着跟碧油春 跟绿茶碧楼真比的好像 好像找不到什么共同点了 它的香气 接触 它的香气 比较接近什么味道 什么样 您形容一下 这个应该还是花果香比较重 花果香 嗯,花果香 这个走向比较 这个走向比较 这走向度比荆柔美还高 香气 香气比荆柔美还凶 还大一点 哦 它完全不是原来碧乐春的那种感觉了吧 对,找不到 跟绿茶碧乐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就是一款红茶 要标准的 看它的那个形状也好像跟原来不一样 不是太卷曲了好像 这泡完出来变直了 原来那个刚才如果是没泡之前还是很弯弯的 没泡之前是那个形状是差不多 那比那个不是二次发酵的那个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这个差距是没什么共同点了 就没什么 颜色呢 颜色也不一样了吧 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就整个就标准红茶就深红色了 对对对 深红色了 那绿茶我们知道泡出来是清绿清绿的 嗯 第二泡还是非常甜 第一泡还有点点色 这第二泡这色度就没了 嗯 红茶的感觉是不是都是有点甜呢 那不一定啊 红茶要看等级啊 有很多 你 如果低端的红茶是没什么甜味的 要不怎么西人喝红茶要往里加奶加糖 这个甜的茶 红茶甜的我看 那金旧梅我记得好像也有点甜 这个 绿茶里面最甜的就是那个那个茶 那个 氨基白茶 氨基白茶它是茶氨酸比较高 含量非常高 像喝 有人说他像喝氨基白茶跟喝喝碳水 那那个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抛开茶种不讲呢 最最甜的茶我是 我是认为是白茶 好的银蒸 最最等级很高的银蒸 那个甜是滋滋的 跟那个我们那个白糖的甜是不一样的 庆祿人心的那种很舒服的 这个野甜 那 这甜度还蛮高 这个看看我看这第二泡还是很甜 第三泡我再看看 好 像我们再试试啊 试试去上包 我的头肠量有点大 哦 这个出汤都要很快啊 因为我头肠量太大了 因为汤快不快 我们还是根据经验 看这个汤色来决定 对对对 汤色一变 变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得赶紧出汤 对 太浓了就 喝不出来 对 如果刚才如果只投两克的话 要两到三分钟 刚才我第一泡第二泡 第一泡四几秒 第二泡大概三十秒 这泡稍微长一点 拉到一分钟出汤 我看看颜色第三泡的颜色 是不是淡多了 好像是 所以我们时间再往下推一推 看看其他朋友有什么要问老师的 关于茶方面的 我们交流吧 随便是随便什么内容都行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应该还是喝绿茶比较好 但是这款茶因为我断了好几年没劲 嗯 因为有个茶友是指定医药 所以我刚刚收到 好几年没喝 比较新鲜 我给你喝一下 还是 汤色还是一样的 加长了 稍微加长了一点 汤色一样 一样好像没有淡下来 没有没有这甜度也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个这个茶耐泡性还是不错 哦 哎 那这个茶的保存方式和红茶的方式一样 啊 对 这基本上反正我们就密封好放的那就行了 不需要放冰箱 对 这个茶是什么多久的新鲜的 这个是 这是今年的 刚做的 今年的 如果今年的放到明年味道还一样吗 不一样呢 红茶的话放个三年五年没有问题 哦 那个绿茶不一样 这个因为它经过发酵处理以后 它就没有那种 没有关系 嗯 不会有那么那样子 不像那个绿茶 它没经过发酵处理 它会自然氧化 氧化一下它的新鲜度啦 甜度啦 口感就急剧下降 嗯 它就已经经过发酵处理以后 它就有点像固定住在那里的样子了 等三到五年问题也是不大的 极限是五年嘛 五年以后才开始往下走 嗯 挺好的 这个这晚上挺好的 挺好的 看看吧 下周 下周可能太急了 再下一周我们 好 如果茶友们有兴趣 我们安排这活动吧 嗯 太好了 现下活动 现在离室内很近了吧 过来搬过来 我还没搬 我可能要七月份吧 哦 那等 你差不多搬过来也就离着很近了 对 我搬过来就住 可能就住那个Queen Mary那个地方 Queen Mary Queen Mary 2000号左右 我对这儿不太熟 Queen Mary 老师在多伦多 在哪里啊 我在 我在Mantelea Mantelea OK 哎 麦丽老师来了 哎你好 你好 这边应该大部分都住在Mantelea吧 可能也有一些 我知道这个残江 残江老师就是住在多伦多 我是知道的 对啊 他是 老茶友了 嗯 是 村长师好 你好你好 哈哈哈哈 最近还在喝菠儿茶吗 参加老师 哈哈哈哈 喜欢喝茶 这会比较什么茶 嗯 好 沛丽老师你喝什么茶平时 嗯 多数绿茶 哦 你喝绿茶 都喝 就差不多有什么 我喝什么 很喜欢喝茶 很喜欢喝吗 嗯 我有参加一个茶道课程 嗯 现在在上课的 是十个星期 晚上 是台湾他们做的茶道 哦 我看你讲的茶道挺是 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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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自己 那个茶道不懂的 就是说我看到颜色这样讲话 而且 其实我的不太会 只是 只是喜欢而已 嗯 我茶具有的 但是 也没有人跟我在一起欣赏 都会放住 就是一个人在弄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也跟你差不多 就自己在这儿 欣赏 老师有机会来欧台华吧 呃呃 可以做一个茶道 我们呃 呃 可以叫人来看呢 可以啊 可以啊 有没有时间 找几个茶友过去一下 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 可以啊 来来来来欧台华是两个小时车 呃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可能就到了 一个半半两个小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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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因为我家里有地方呃 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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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都很大 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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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只能是你要是有个什么组织 你在多伦多还是温哥啊 我在Montra 我就是够不上你啊 我就喜欢你也够不上你啊 我刚刚多伦多回来啊 昨天回来 多伦多我也曾经是在多伦多住过 我开车昨天早上回来 我说怎么久不见你的声音了 曼妮老师是教英语的是吧 在中心教英语是吧 曼妮老师知识渊博呀太多了 乱讲了乱讲了 没有没有真的是这样感觉 大家都这样觉得 有问题不大到 你曼妮老师可以这边 过台华人约约几个也不要太多 三五个 一般这种才有活动 十个以上效果就不是太好 那好那可以啊 可以啊 一来我家里我家里大 原外也很大 找一个主题 比如一般我做这种茶道会 一般有六个主题 一个是绿白茶一个主题 绿茶一个主题 然后普洪茶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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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龙茶一个主题 基本上是五个主题 好啊 好啊 我还可以叫华人跟老外 我给你翻译 嗯 问题不大 英语我没问题 那好 你过来吧 赶快过来 英语的话 我是有 在店里我是经常给 对对对对 你面对老外嘛 你面对老外 肯定用 对对对对 非常好 那好 更加好 我们很多 我们都很多老外聚会 哎呀 可能我没有办法去 我不会开车 你不是 你跟老师一起过来吗 可以 可以 你帮他嘛 帮他拿东西嘛 你做 我给他当作助手啊 你坐着他的车来吧 好啊 老师同意 我当然高兴了 那你一个车 好几个人一起来嘛 我给你做点事情 这个第四炮 现在这个应该是第四炮还是第五炮 还是可以啊 但是这一炮下去 后面的舌尖的麻舌感就出现了 哦 基本上最后一炮 嗯 基本上最后一炮 这应该第五炮第四炮 我都讲不清楚了 嗯 你觉得那个麻舌感觉对身体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一些个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这个是跟茶的等级有关系 跟茶的等级 还有这他的炮的炮的次数啊 嗯 刚才前面几炮就非常好 这一炮就可能就 就意味着他这个茶味没了啊 基本上 嗯 那我们满满是一炮啊 已经不错了 嗯 能泡到四炮 嗯 乌龙茶可以泡到七炮 嗯 但是乌龙茶茶 头茶量大 这个一个 这个也根据头茶量来决定的 对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讲你说漏归了什么 现在这种研茶 政研研茶 我们就现在国内标准都是八克一炮 八克一炮炮个八七炮到九炮 就这样 八克要几个人呢 就是八克要 要是放八克那几个人去来用啊 哈哈 这个他们不讲几个人呢 反正就是标准就是八克 一个人喝也是八克 五六个人喝也是八克 八克起 他们现在就是 大家认为 现在基本上 公认认为八克可以泡出最好的 最好的口感 那完了 因为一个人我经常投不到八克 八克三四克也可以啊 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的 对 但是那个但是三四克的话 有时候口感就会弱 出不了那种最强的口感 嗯 你那边有水仙是吧 大红袍里都有 对啊 这次刚拿过来 想感受一下 嗯 甜味还在啊 甜味还在 那非常棒了 嗯 甜味还在 但是也像后面 蛇的两边出现一些麻 麻色感出来了 就是它的一些物质已经 他甜是怎么会 嗯 这个茶叶怎么酿出那种甜滋滋的呢 嗯 应该也是一种转化 那发酵之后 具体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知道白茶 白茶的甜 你像老白茶的甜 它就是一种黄酮素 嗯 经过长期转化以后 黄酮素出现 它会是甜 那那个白茶的 新的白茶的甜 是氨基酸的甜 老的白茶的甜 是黄酮素的甜 那至于这个红茶 为什么这么甜 我还是不是很 真不是很清楚 它是怎么转化的 因为为什么这个甜度 因为有些茶是参甲的 参甲他们产商会往里加糖精 那加糖精的茶的话 就很容易区别的就是第二泡 马上就没了 它甜度就没掉了 断崖式下跌 但是如果是自然的茶叶里面的甜度 那它会四泡五泡都会有 那就是自然的 那这个甜 我刚刚明显这个 因为泡到第五泡都还是甜 还有甜滋滋的 那还是 那说明这个标准的 它不是产品的 这个是自然的 应该是茶叶本身的甜味 是啊 就是那个不同的茶珠 就会自己也就释放出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甜味 就是同样我用酿制的方式 但是呢 它是一个不同的茶珠 就不同的种类 所以呢 它是不是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对对对 那不一样了 所以为什么是 我们一直讲 茶一定要有 都要有产地 一讲茶就要产地 龙井一定是西湖的最好 龙井其实做的各个地区都在做龙井 赫江龙井 然后安徽也有做龙井 然后什么七七八八的大浙江龙井 很远 鹤岗龙井什么的都有 但是核心最好的最最最最标准的就是核心地区 就是那个几座山 龙井村 龙井村 对对对 那几座山 它那个叫核心地区 那他们出的龙井就是比其他地方的 那没办法 那这个 是不是跟他的那个 跟他的那个 跟他的土质 对对对 水跟土 还有水 对对对 综合得出来的 得天独厚的 就是这有这个 有这个 很有灵气的 对对 我记得我们这个茶友上 有一位女士 她说她从小外婆就在那个 那个龙井村啊什么那个地方 她从小就喝那个 我不知道今天她来了没有 反正我觉得 今天她没来 她没来是吧 她就描述 而且她喝到这个很感动 感动她那个小的时候 那个情景想起她的外婆来了 这位茶友也是多伦多的 那个茶茶是我寄过去的 多伦多茶 对 她今天没来 她前两周她有空 她一直在问我 有没有上课 有没有开讲座 前两周我又没空 今天我有空了 她没空 今天来了她不知道是吧 她没有来 嗯 我就感觉特别有灵性啊 这个茶喝到了有一种 灵性的感觉 对对对 嗯 这款茶还是不错啊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 提早点结束 有没有问题 其他同学 同学 什么讨论的 想要讨论的问题 讨论的题材 哎 哎 你那个老茶有好多喝的挺上档次的 我再说一说也给 好啊 最后一泡 走香走甜啊 喜欢香气种甜气种的 我喜欢 这种的比较好 我喜欢想尝试一下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看看 各位两周先到 先到花园咖啡厅了 就做做做 跟那个老板约一下 找一个16星期天 啊 我对这个城市 好多地方不熟悉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走丢了也麻烦了 哈哈 不会说话 哈哈 不会不会 手机一带在身上 不可能丢的 哈哈 行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吧 好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OK 再见 拜拜 拜拜